彩绘灌鱼石斧屠桃缸为什么这么珍贵 彩绘灌鱼石斧屠桃缸用来做什么的 为什么作者在缸外壁汇出灌鱼石斧的造型 欢迎收看宋卖品文物 我是主播杨洁 今天我们讲的是彩绘灌鱼石斧屠桃缸 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林乳县盐村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藏具为红桃砂质 高47厘米 口径32.7厘米 底径19.5厘米 气肤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灌鱼石斧屠 屠高37厘米 宽44厘米 约占钢体表面积的一半 画面生动 真实 色彩和谐 古朴优美 极富异景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 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 距今六七千年前 黄河流域的养绍彩陶文化 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在制陶艺术上 惊人的创造才能 这件大口彩陶瓮 由袈裟红桃制成 瓮是古人作为器具的容器 紫瓮会一只大白灌鸟 口弦一尾连鱼 灌的对面会一把装饰讲究的石斧 这幅题材奇特的画面充满了神秘色彩 文室内涵有待研究 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远古时代有一个以虫养鸟冠为图腾的士族 和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士族之间出现了矛盾 双方酋长召集各士族的头人商量对策 一场血缘复仇的原始战争就开始了 结果以白灌为图腾的灌族战胜了鱼族 当这位酋长死后 本士族的成员为了歌颂首领的功绩 特烧制此瓮作为器具 这件陶瓮上的灌鱼石斧笔法流利 记忆娴熟 画面细世宏伟 而且对描绘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写实能力 是一幅大型的动物绘画 它代表了我国远古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图的创作很注意通过细部处理 强调表现对象在运动中的姿态 以及他们生活的某种形状 创作者似乎是为了追求一定的情感才去作画的 通过这些动物形象传达的某种神情 以唤起观者的联想 不过对于灌鱼石斧图上的表现的灌鱼石斧形象的试读 多年来也颇有争论 有人认为鸟形的鹿不是灌 也有人认为 府是表现权力的十月 有人认为 拳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 古代神话传说 以及商周青铜名文进行考察 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 仰绍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 进一步认为 这就是传说中皇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 而石斧则是皇帝部落联盟中 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一般彩头上的绘画 以装饰文样为主 像这种描绘物像的绘画罕见 冠于石斧图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 由文式绘画向物像绘画的发展 文式绘画与器物密切结合 而物像绘画与器物形状基本脱节 绘画的独立性增强了 整幅作品中 冠于石斧的描绘极具绘画性 无论是形象的塑造还是画面的构思 都不像文式绘画那样考虑如何与器性有机结合 而它仅仅是以陶纲腹部表面作画而已 在这里绘画性彩陶与积合文彩陶的分离 以至绘画与陶器的分离 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使人们审美观念 创作思想及绘画技巧向更高阶段演进的体现 关于它的流传历史是非常坎坷的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 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 偶尔从植坊乡直北村 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 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桃片 吃过早饭后 他便准备好工具 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 直北大队沿村东距黄尖和西岸60多米处 一竹园附近 到达现场后 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 剪出一部分红桃片 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 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桃高显现出来 这是在中山寨考古大牧群史 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 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关藏红桃间底瓶 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 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扩展 挖开了一个长560厘米 宽80厘米 深85厘米的土坑 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 共挖出红 青 两种颜色 大小直径 高低不等的陶纲和尖底瓶13个 其中只有第12个陶纲上 有冠于石斧的图案 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 因为这个陶纲上有图案 李建安特地看了一眼 发现陶纲边缘有一个高约13公分 长成三角形的口子 当时挖出第13个陶纲时 他实在太累了 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 就这样 他分三次把这13个陶器 运到自家的院落里 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 第一个落脚点 休息几天后 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 在清理中 他发现陶纲和尖底瓶里 装的是土和人骨头 家人知道后 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 极力反对 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 要求他马上送走 无奈之下 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 运到直访公社东院 他的办公室 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由于当年唐国强也在直访公社上班 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 唐国强闻讯后 看到其中一个陶纲上 有鸟鱼石斧图案时 当时他问 你弄这些玩意儿这么下功夫干啥力 能值几个钱 他激动地告诉唐国强 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 不是值几钱的问题 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纲的珍贵性 后因人事调整 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 另一间办公室内 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 李建安曾多次与原林乳县文化馆联系 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 由于当时林乳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 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 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 此事拖了又拖 时隔二年多后 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 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 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 拖着架子车 沿着落届公路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到达原林乳县文化馆 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九义接待了他 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时赠送其无双线手套以资鼓励 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1980年10月28日 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林乳县 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 县文化馆的张九义 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金明德等人 调查结束后 由汤文兴同志执笔 撰写了一份署名 林仪县文化馆的 林仪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遗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 文化层厚约1-3米 1964年以来 不断出土 土瓮 棺葬 白衣彩桃 石斧 石铲 古针和大量砂红桃片 1978年11月间 当地社员挖出了11座瓮棺葬 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 加之调查时又发现了几件 共采集到完整桃器19件 其中的10件桃缸中 有彩桃缸三件 一件高47厘米 口径32.7厘米 底径19.5厘米 长口 圆唇 身腹 平底 红纱桃制 眼下有四个对称的笔钮 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 宽44厘米的彩桃画 画面约占钢体面积的二分之一 是迄今发现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桃画 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 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供的食物材料 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真品 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 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灌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灌鱼石斧图彩桃纲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 这是灌鱼石斧图彩桃纲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 继而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是灌鱼石斧图彩桃纲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 至此也成了最终存放点 2002年1月 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 规定中国64件文物永久不准出国展览 其中彩绘灌鱼石斧图桃纲在禁止目录中位列第二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家对彩绘灌鱼石斧图桃纲的故事 还有什么别的看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还有更多精彩故事 咱们下期节目再聊 最后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杨洁在这里 谢谢各位看官了